曾经人潮热络的庙宇里 如今空空荡荡 参拜人数更是寥寥无几 在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富汗 席克教徒长期以来就面临歧视 在塔利班掌权后 许多教徒担心受到宗教迫害 纷纷仓皇地逃往国外 原本有约十万人口的席克教徒 如今仅剩140人 留在自己的家乡守护信仰 其实大多数的席克教徒 并不想走 因为阿富汗是他们的家乡 但是2020年3月恐怖组织ISIS 袭击了喀布尔席克教社区 造成了25人死亡 拥有500年历史的礼拜堂也因此被遗弃 没有人在前往做礼拜 离开将面临未知的前途 但留下来人身安全恐怕又将面临威胁 对于阿富汗的席克教徒来说 真的是很两难 华语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